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文倩 陈老师 以及李宁 李老师 我们用掌声欢迎李敏院长 谢谢她 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盖火力发电厂的来我们现场 结果是全部晚做 今天你们是怎么样 很多人去休假了吗 然后我先给大家 在李敏院长请坐 我先给大家看一个表格 从这个表格 然后今天李敏院长还是这方面绝对的专家 首先她是麻省理工学院学盒子工程博士的 其次 我还没有介绍完李敏教授 然后其次呢 她在清华大学当原科院的院长 那我们在座的很多年轻朋友 可能并不了解什么叫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 声音帮我开大一点可以吗 麻烦上面声音开大一点 谢谢 在我的那个年代 我现在六十岁了 我在你们这个年代的时候 很多在高中的时候 年台中女中 年北女台中女中的人 她的第一志愿 是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 理由不是因为你们今天想象的核能电厂 理由是 他们看到 1964年 中国共产党 中共第一次原子岛世报成功 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氛围 那个氛围就是 如果你想报效这个国家 很多人第一志愿 就填了 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 是这个背景的 所以清华大学他们那一辈 向李明教授他们那一辈的那一群人 包括现在 香港城市大学的校长郭卫 于是我刚才提醒这个事 他说我们 他是建中备 他说我们那时候每一个人都成绩 都是可以上台大电机系的 可是他们都是去念 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 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后来在台积电做副总经理 他本身 他本身呢 有一个最著名的爸爸叫做孙丽人 孙丽人被蒋介石呢 软禁了一辈子 直到蒋介石呢 蒋介石呢 李定慧才把他放出来 然后他当年在抗战的时候 是整个中华民国的 唯一的国际级的战争英雄 而这样的一个人 当他的女儿有一个叫孙中平 他从小念台中时针富小 台中语中 永远都是状元的女孩 我实在不太了解 孙丽人要他的女儿 第一支援考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 所以他是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毕业 后来去了美国 那当然后来 整体两岸的外交情势 最重要的是美国 根本不允许台湾自己发展原子弹 所以在这个情况里头 其实我要讲 当年会去念清华大学盒子工程系的人 在他们念书那段时间 并没有一个脑袋里头说 我是要来盖核能电厂 他们其实原来想去做原子弹的 那当然他们的人生 后来就慢慢走上别的路途 那今天呢 我们过去听过很多各种 对核能的不同的主张 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专家中的专家 那在请这个李敏院长 跟我们做一些说明之前 我先给大家两个表格 第一个叫日本 2030年的能源政策白皮书 为什么我要拿出日本 2030年能源政策白皮书 因为我们这一波对核能的反对 是从工程海啸日本开始的 因为日本发生了工程海啸 海啸的时候发生了辅导核灾事故 所以全世界都掀起了 对核能重新的思考 那日本本来呢 因为为了要自主能源 还有保护它的经济 加上它两次石油危机 它觉得对日本的经济伤害太大 所以日本本来是一个 非常高度依赖核能电厂的国家 那发生了辅导核能事故之后 日本就决定大幅降低 它的核能比例 刚开始是全部都关闭 后来现在就一个一个 经过安全环评各种检查 能不能重启的要重启 不能重启的就不可以重启 然后另外有的要原子重盖 那我们来看一下 日本2030年的 能源政策白皮书 这是我给大家看的第一个理由 它就是全世界核灾事故 这一波最主要的原生果 我要给大家看的第二个 为什么日本的政策白皮书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大家 台湾现在煤炭发电厂 你不用怕雾霾 因为我们有干净的煤 而且我们的煤炭发电厂的技术 来自于日本 他们讲的是横冰叫机子发电厂 英文简称叫J-POWER 那J-POWER呢 他们说他们所拥有的技术 会变成一个无污染的电 这是政府说法 天下杂志的封面故事说 它是无炭的电厂 那我们的经济部能源局 灾力法院被打询的时候 它就是说 它是一个不会对环境造成 伤害的低污染的电厂 那它的所有的技术呢 来自日本 当时是由我们驻日本的代表 也是民进党的大佬 那么前任的主席谢长廷 带着很多记者 到了J-POWER去参观 那好 让我们来看日本 这是J-POWER 2013到2030 那2013年指的就是 它在工程海啸 是2011年之后两年 它的天然气占了43.2% 因为它的核能 就几乎全部都关掉了 我们看到它的核能 Nuclear就是绿色的部分 只剩细细的一条 原来如果你看到的话的话 是我们所看到的煤炭的其他的部分 全部都会变成 几乎大多数全部都是核能 结果它现在呢 在2013年 这个绿色的部分 你们看到了没有 就是细细的一条 那是核能 因为基本上现在它 在2013年如此 然后它烧油烧到14.5% 最重要是它烧天然气 烧到43.2% 烧到 第一个 日本变成从本来 对世界是贸易顺差的国家 变成贸易逆差 因为天然气太贵了 然后侵蚀它的外汇存底 那它又不能涨太多电价 因为会冲击日本的经济 所以它要开始降低 天然气的比例 不可以这么多 而我们的政府将来 要把天然气比例降到这么高 这是2025年 我们政府的政策白皮书 那以日本的电费 日本的电费是台湾的三倍 它都付不起 我实在不知道我们的电费这么便宜 要怎么付得起40%的天然气 然后它的煤 在2013年它赶快用煤 来取代了当时的核能 它煤黑色的 这个图不是我画的 是日本的能源部门自己画的 对他们来讲 煤就是最差劲的能源 所以它用黑色来显示它 那么黑色就30.3% 好 我们来看2030年 他们准备重启核能电厂之外 在很多 虽然是核能电厂 他们觉得它的安全度不够的 就在旧址重建新的反应炉 而且走向第三代 甚至是第四代的核能电厂 那么这个Nuclear Power 还要降20%到22% 它要把天然气降到27% 要把煤炭从30.3%降到26% 那我问题就问大家啦 如果日本拥有一个 无污染的煤炭发电厂 有干净的煤 有低碳的煤电厂 不管你叫什么 我想说涨无碳 这实在是太谎言了 如果日本拥有这个技术 那日本的这个26应该叫56啊 或是66啊 因为煤太便宜了 我告诉你各位啊 烧煤一度是多少钱 是1.4元 就是你用日本现在J Power的 是1.4元 用以前的 像台中火力发电厂 是比较老旧的发电厂 用以前的那种发电厂 去烧的煤炭 一度是1.1元 可是如果是天然气 是一度3.5元到4块钱 就看国际的市场价格 所以如果是按照 日本拥有这么好的 清洁能源的煤炭发电厂技术的话 它这个煤炭30.3应该到最后 2030年应该变成50.3才对 结果它还要降到26 日本应该广设煤炭发电厂 又干净啊 又无污染啊 然后又是最好的技术啊 就我们很生气的是 我们上网站 就是台湾的所有的媒体 没有人用功 就政府说什么就写什么 甚至我相信很多可能是 置入性行销了 我认为有些是 因为太离谱了 那最终呢 最终后来我们就去上了 他们的官方网站 而且去访问了J Power 连J Power自己都不敢说 你们刚刚看到 都不敢说自己叫做 干净的煤发电厂 他们强调的是 他们的发电效率很高 因为它烧到了620度 可是烧到620度 会使原来的发电 同样的煤 变成发电多一倍 但是它又用掉了那么多的电 所以大致就变成 大概乘以1.5倍这样子 那这个是大致的数字 但是大家请注意啊 它在这里头呢 它最要增加的是再生能源 在再生能源的部分的话呢 它希望能够把再生能源 一举提高到大概13.4% 14.4% 那用这种方式呢 它希望能够形成一个 整个未来的 未来所有的整个它的能源政策 那这样的一个能源 13.4% 14.4%加8.8% 这已经加起来二十几了 这个表格对大家来讲 我告诉各位啊 这个就是以前 在1990年 台湾还算是专业 治理这个国家的政策时代 它的能源分配 为什么 就是分散风险 不可以太依赖核能 不可以太使用煤炭 不可以太依赖石油 不可以太依赖天然气 因为你很可能石油危机啊 那煤炭的话 实在是污染太严重啊 然后再来呢 石油价格 天然气价格 上上下下波动啊 那所以就变成一个分散性的 那日本将来到2030年 它追求这 好 我们看下一个是台湾 台湾的各能源比例里头呢 这个是4月18号 台湾的能源局 在立法院做的报告 2017年就是去年 我们核能的比例是9.3% 因为核一没有了 就剩核二 然后呢 我们的煤炭比例 你看到没有是多少 50 这50里头有五分之一 是靠台中的火力发电厂 这就是为什么 你们看到的天天都叫雾霾天 就台中 它在全台湾的经济里头 所有的电力占20% 它的经济根本没有占那么大的分量 它全部集中在台中 这是2017年大多数的一个状况 台中火力发电厂 总共火力发电 要提供给全台湾20% 那后来呢 因为这样还是不够 所以就盖了林口发电厂 那所以现在 你们如果到台北就发现 台中跟台北 现在天空的颜色是一样的 我刚刚一路看来 我在台北火车站 我要坐高铁 以前我从高铁呢 远远地往过去 就可以看到板桥 现在呢 到了快要到台北火车站 往前一看 就还是蜃楼 前面就看起来 什么一片雾霾天 什么都看不见 台北现在天气 也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现在呢 32.3%是靠天然气 那政府希望把天然气 说要提高 但是我告诉各位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的理由 不是我不相信政府 我不相信的理由 因为它同时说 我们不涨电价 你们听到我意思没有 我们的电价一度是多少 而且我被给各位 平均是1.8到2.3元 那我发核能0.9 我发煤炭或者1.1或到1.4 我只收你1.8到2.3 我的天然气一度要3.5到4块钱 我怎么可能提高天然气啊 然后如果我要提高天然气 不管它安不安全 所谓安不安全就是说 它的主存量够不够 它会不会断气 会不会一个台风天然气的船就来不了 现在都不管这些 就先想一件事情 就是说光钱这个事 如果它提高到40%天然气 那你的电费会不涨吗 怎么可能 你不可能是维持1.8到2.3呢 你少说要交个3块钱到4块钱呢 那如果它又承诺 它不涨电价 又说它要把天然气提高 然后同时我看到它在台湾 除了在厚龙苗栗盖了一个 新大港盖了一个之外 它到处主要多盖的 明明现在在进行的 都是煤炭火力发电厂 所以我认为它要增加的是那个50 因此到了2050年 50应该变60 然后那个飞河家园的9.3 不敢真的飞河 可能降变成5 然后呢 天然气可能台电快破产了 所以还降成30或是29 然后其他的再生的人员 可能增加一点点 那我们的台电 为了使大家对它的印象 跟政府的要求 要求它做数据 所以你看台电的网站 2016年 还有 2017年 没有表格了 它没有表格了 它现在的网站 那个整个经济部能力 已经不上班了 它2017年 今天已经2018年的5月1号 它不renew 2018年的数字给你 然后呢 它有一个叫renewable renewable就是指再生能源的意思 它写4.9 我想说 不对啊 我对台湾很了解 怎么可能4.9 那我说水力发电在哪里呢 它把水力发电算到再生能源 勉强你可以说 它是一个干净的能源 可是世界上 像瑞典 它的水力发电占54% 在瑞士 它们的水力发电占45% 没有人把它算到再生能源 因为再生能源 讲的就是其他的能源 所以我们 水力发电是2% 再生能源是2.9% 有人告诉我 可能这个2 有时候会变成2.5 然后再生能源是2.4 反正我也搞不清楚了 这合起来 这两个就是2.2跟2.9 但里头至少2%是水力发电 然后3.5%是石油 这就是台湾现在的能源比例 那那个50有一半 全部都是煤炭火力发电厂 那这个煤炭火力发电厂里头呢 大多数都有去流去消的功能 但是不可能去雾霾 那我昨天还特别访问了 容总最有名的 胸腔肿瘤科的主任叫蔡俊明 他现在也是免疫疗法 就是他跟我说 台湾现在得气喘 得肺腺癌的比例一直在增加 而且增加最多的是中部 增加得最快 南部是以前一直都如此 那另外最近呢 就是年轻化也越来越严重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大多数都是不抽烟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 我就说为什么 它跟肺腺癌有关系 他说因为它就会到你 气管的末梢 因为肺癌分成好几种 如果你是在某些地方 你长得就是什么 菱状细胞癌 哪个地方又是什么癌 但如果你就是属于在炒菜的 就是你妈妈帮你们炒菜 吸的烟 或者是你吸的雾霾 那种是你看不见的粒子 然后粒子所以小到PM 叫做2.5 就是那个粒子这么小 小到2.5 它就会跑到你的气管的末端 因此它就会变成肺腺癌 那它真的看到中部地区 得肺腺癌的比例大幅增加 接着年轻化 过去很多肺腺癌患者都是女性 现在是不分男女 不分老少 大概是这个状况 那我先把大家对于这个 整体台湾目前的能源情况 让你们了解 然后让你们了解说 我们这一波所有的人 对能源政策的重新思考 大概都是两大主轴 第一个主轴是全球暖化 第二个主轴就是辅导和能事故 所以全世界都在重新界定 到底在对抗全球暖化 以及辅导事故这两件事情里头 每个国家就根据它不同的条件 去制定它们该有的能源政策 可惜我们欠缺这个社会呢 就是欠缺这种深入的公共政策讨论 大家是用直觉 我反这个 我反那个 所以叫做我反雾霾 另外也叫做我反核 可是没有煤也没有核 你全部都靠天然气 你也不能够活 所以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个复杂的政策 来最后解决我们的问题 其实这是我们这个学习 想跟作为的同学 好好一一沟通的 那每一堂课 我们都请来不同领域的专家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李敏院长 他真的就是专家中的专家 谢谢各位 欢迎欢迎 谢谢 我在下面坐啊 谢谢 谢谢 谢谢陈教授 我想我今天准备了一些资料 那我的题目 我的题目呢 从风险的角度 看国家的能源政策 我想刚刚陈老师前面已经提到了 什么叫能源政策 也就是你一个配比 你有多少能源呢 要从核能来 有多少能源呢 要从煤 要从天然气 这是我们国家的能源 谈这件事情 那从什么角度来看呢 从风险的角度 所以我们这边有好几个名词 一个能源 所以跟各位花一点点的时间讲 什么叫能源 当然我们能源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用的方式 就是用电力 那什么叫电力 电力有什么问题 那最后呢 跟各位谈一下风险的概念 然后再把这个风险的事情呢 也应该弄到我们的电力政策上面 那什么叫能源 这是我自己定的定义 能源是什么呢 人类文明直接或间接的动力 就是说人类文明的发展 一定要靠这些东西呢 才能持续地维持 才能持续地发展 那什么叫直接 什么叫间接 那能源 这个正式来讲 我们能源分成两大类 一个叫初级能源 就是这个物质的存在 或者这个现象的存在 本身就是一个 可以拿来作为动力的一个来源 那个叫初级能源 初级能源是什么呢 有化石燃料 化石燃料分成石油 天然气 煤这些东西 那还有核能 诱矿 U235 U238 还有我们就常常大家讲的 都很喜欢的再生能源 那再生能源分成风力 水地 太阳能 地热 生智能 各种各样 所以这些东西叫做初级能源 这些东西它本来就具有能量 你这个能量可以拿出来用 那还有一种能源叫二次能源 什么叫二次能源呢 它是把初级能源做一个转换 转换到另外一个形式 你才能拿来用 那个叫二次能源 那二次能源具有代表性的 就是电力 各位有都知道 你今天要用风 你必须先把风变成电 你今天要用太阳能 你晒晒太阳 没有办法让电脑跑 所以你一定要透过太阳能 经过一个太阳能光电池 产生电力 所以电力是一个二次能源 它依赖初级能源 做一个适当的转换 才能够拿来用 那各位也都知道 另外一个名词说氢能 说这个世纪是氢能的世纪 对不起 氢不是初级能源 氢不是天然界就有的东西 氢是要利用别的初级能源 制造之后才会产生氢 那氢你拿来燃烧 它会变成水 那水是大自然中最和善的物质 所以变成这个过程之中 会放出热 那个可以变成能源 那你也可以用 透过燃料电池 都很美好 但是氢不是初级能源 所以你一定要用 另外一个初级能源 产生氢能才能拿来用 所以所有的初级能源 你再把它变成二次能源的时候 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个影响 那这有些数据呢 给各位一个参考 这是我从能源局的网站上面 拿出来的 我找不到它是哪一年的 如果要我猜的话 我应该猜是105年的数据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初级能源 我们国家使用全部的能源 不是只有电 全部的能源 所以我们国家使用的 全部的能源 有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五十呢 靠的是石油 有百分之三十呢 靠的是煤炭 天然气大概是百分之十四 各位可以这样子看 再往后面走呢 就是核能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再生能源 那些再生能源基本上都是以电力的形式在用 那这些能源我们用到哪里去了 我们有百分之三十七用在工业部门 有百分之二十一呢 用在非能源的消费 什么叫非能源的消费 我们进口化石燃料 我们进口石油 我们进口天然气 进口煤 这些石油天然气煤被用在工业上 我们要用石油呢 化石燃料呢 产生很多塑胶的原料 所以那边消耗了一部分 那我们有百分之十二呢 是用在交通 所以我们进口的那个石油呢 有一部分是用在交通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后面住宅部门 好 那这些能源被这些部门消耗掉之后 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在消耗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工业部门 很多是靠什么 靠电力 当你看交通部门的时候 你会发现主要还是靠石油 主要还是靠石油 很小部分只有百分之二点一五是靠电力 这百分之二点一五是哪里 高铁 OK 捷运 这百分之二点一五 所以将来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台湾会往哪一个方向走 我们会慢慢把很多的石油 用在运输部门的石油呢 会转换成电力 所以这个政府推出来一个很大的计划 叫什么 叫轨道车辆 OK 就是你要把这个能源的消费呢 由石油转换成电力 那这里给各位看一个参考 当然你在住宅部门 你在消耗的能源 百分之八十二都是电 那服务业部门 百分之八十六都是电 农业部门也绝大部分都是电 它消耗初级能源的比例呢 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 那我们来讲能源政策 电能使用方便 清洁安全 OK 那随着人类文明的眼镜 二次能源的使用呢 是逐渐在增加的 一个国家 当它的GDP越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 每一个人所消耗的电力是越高的 那这个呢 还是能源局的数字 这是105年 我们电力的总供给量 较上104年呢 成长了2.3% 这代表什么 我们电力的消耗持续在增长 当然我们要做节能 我们一定要做节能 但是你怎么样节 基本上它还是一个 上升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的电从哪来 这个图呢 刚刚陈老师那边 大概已经秀过了 我们燃煤发电 这个应该是105年的数据 燃煤发电占了45.4% 那燃气发电占了32.4% 所以我们靠燃烧化石燃料 占了我们78% 那核能发电这里还有11.9% 12% 那再生能源4.8% 那这一部分呢 这一部分呢 是这个 主要是靠水力 风力跟太阳能相对来讲比较少 很少的一部分是靠燃油 为什么 燃油比天然气还贵 OK 所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靠燃油 有一部分靠柴油发电机 最后一项 你看到有一个东西叫 抽续水力发电 OK 这个我等一下跟各位解释 什么叫抽续 那同样的我们这些电呢 用在哪里 你会发现 我们主要用在工业部门 用在生产上 那我们服务业用了19% 我们的住宅部门用了18% OK 还有7%呢 是这些能源部门 它自己在产生电力时候的 消耗掉的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各个工业 各个工业里面 我们到底哪些工业 消耗了我们最多的 最多的电 各位看到第一位是什么 电子业 所以我们半导体业 它是消耗了我们国家 最多的电力 那个占了34.5% 我们将来 我们国家将来一个 最大的电力负担 会是台积电 所以给各位做一个参考 这些数字呢 事实上在能源局的网站上 到有各位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 我现在来讲一下电 事实上电力的使用呢 有三部曲 发电 输电 配电 OK 我们现在来看 我们有发电系统 我们有输电系统 我们有配电系统 所以在英文 在英文里面 我们通常 不要讲英文 我们在国外 常常一个电力公司 不是一个 它是三个 一个发电公司 一个输电公司 一个配电公司 所以当一个民众 去付一个电力 电费的账单的时候 它是付给三个不同公司的 三个不同公司的 所以我们电 在某一个电厂发出来 它一定要送到 用户的地方去 那这电厂跟用户之间呢 可能有一段距离 所以它把它输送过去 那输送过去呢 它要用高电压来输送 为什么 因为把电压拉高之后 电流会怎么样 降低 所以它的损耗会减少 那台湾的系统呢 到了345kV 非常高的电压 在国外有些系统 都是上千的kV了 那我们35kV的 到一个输电系统 然后到了某一个地方之后 我们再降压 降到69kV 或者降到22kV 然后再提供给 这个区域性的变电站 再把它降压 送给这个民众 各位都知道一件事情吧 大家讲 台湾的工业用电 比民生用电来得便宜 所以我们民生在贴补工业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工业 工业界是高压用户 所以工业跟台电买电的时候 它只要付两部分的钱 发电跟输电 它不用付配电 因为配电内部的 那个降压的过程 那些回路 都是工业之行负责 各位可能不知道 学校 清华大学 我们付的也是工业用电 我们付的不是民众用电 为什么 因为台电公司卖给我们的时候 成本没有包括配电系统 所以希望大家这有一个观念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35kV 061kV 69kV 看什么样的电厂出来的 下面给各位看几个图 这应该大家都常看到 在高速公路上都会看到这些输电塔 然后这是我们的变电站 然后走到你家门口的时候 就变成电线杆上的一个变电箱 这些都是我们的输电系统 配电系统 给各位看一下 这全台湾的一个电厂的系统 还有我们输配电的系统 这红色的线就是我们的超高压 345kV的输配电系统 所以我们常常讲 北部的电不够 我们要从中部送上来 要从南部送上来 走的就是这些线路 走的就是这些输配电线 我给各位看一个东西 很好玩 这里是一个地名叫龙岐 然后这里一个地名叫中寮 然后这里有一个地名叫龙潭 你各位看一下这几条线 它在哪里交汇 有三个节点 就是这三个节点 所以这三个节点 如果发生事情 我给各位看一下 中寮长得什么样子 中寮开闭所 你站在那边抬头一看 就是满天都是电线 如果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发生一些事情 全岛大停电 发生过没有 发生过 都在1999年 OK 1999年921 哪里垮掉 中寮垮掉 还记得吗 1999年7月29号 也垮一次 龙岐垮掉 那龙潭有没有垮过 大概是民国1996年 龙潭也垮过 所以我要是 抱歉 我要是一个不友善的人 我要让你国家瘫痪 我根本不要做别的事 我就把你中寮打掉 OK 对不起 你起码两个礼拜 你生活都不会正常 这是一个电力的一个问题 电力的一个问题 那基本上呢 我们来看这个电力的话 电能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 你发电就要用 你发电就要用 没有办法大量的储存 你说电池是什么 电池可以除电 你知道各位的手机 比你那个一个电池有多贵吗 你知道它可以存多少能量吗 非常非常小 所以到目前为止 能够大规模储存电的能的时候 不是以电来储存的 是以什么 以水力来储存的 台湾有两个抽续水力机组 一个在明湖 一个在明潭 讲穿的都在南头 概念很简单 我电多的时候呢 我把一个大的水池的水呢 从低的地方呢 送到高的地方去 OK 存在高的地方 然后等到我需要用电的时候呢 我从高的地方呢 再放下来 那个就叫抽续 各位你说 这一下这一来去 有没有损耗 当然有损耗 所以回到我前面那个图 有没有 我们刚刚只有发电的来源 最后一项是什么 抽续 指的就是这个 指的就是抽这个 各位都知道 日月潭很漂亮 日月潭你白天跟晚上去水 会不一样高的 可能会差到一米 可能会差到一米 因为日月潭本身 就是明潭抽续的上池 明潭抽续的上池 所以既然电要谁发谁用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 适当的规划 这里有所谓负载的问题 所谓有负载的曲线 跟负载的负载管理的问题 我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所谓的一个负载的曲线 纵坐标呢 是我需要多少的电量 横坐标呢 是我一天24小时的 电力使用的情形 所以它在变 什么东西在控制它 人类的行为在控制它 是不是可以被控制的 不太能被控制 不太能被控制 因为人类行为 集体行为出来 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所以既然这个需求量不能控制 你只能控制什么 供应量去控制它 所以你来看 这是需求量的变化 然后这里有不同的颜色 也是用不同的发电的方法 抱歉 这个图下面没有呈现出来 底下被切掉了一块 底下积载的被切掉了 所以大家有个概念 说每天这个电的使用量 谁的时间是会改变的 所以你的供应量呢 谁的时间呢 也要做一个百变 那我现在讲一个名词 各位在报纸上会常常看到的 一个叫备用容量 一个叫备转容量 什么叫备用容量呢 就是说你的电力系统里 到底有多少的发电能力 我不问它能不能发 它只要人员局给它的供电执照 我就算 那个叫备装置容量 那装置容量减掉你的需求量 就是你的备用容量 这个是做什么用呢 你来规划你电力系统使用的 还有一个叫备转容量 备转容量就是你可用的容量 减掉你的需求量 这个备转容量 才是你可以拿来做应变用的 那备转容量跟备用容量的差异在哪里 你机组可能需要大修 因为你机组不可能 一年365天通通不修 机组可能在大修 机组可能故障 你可能没有燃料 你有天然气发电机组 但是你天然气槽是空的 因为船进不来 所以那个就不能运转了 还有你可能缺水 你缺水 譬如讲我们抽搐 那个晚上没有把水冲上去 所以白天的时候它就没水 你就不能算 然后那天没有风 那天没有太阳 所以那个都得扣掉 所以那个就是备转容量 那我下面有一个数字 是给各位看 所谓备转容量率是怎么样 怎么样计算的 我现在讲一下很简单一个概念 电力系统的运转 电力系统运转基本上就是 维持发电量与需求量的一个相等 所以有一个电力的调度中心 这个前面看它一个display 那是全台湾的电厂 全台湾的输配电都在上面 所以这边坐了一群人 在这边负责调度 今天他接到一个电话说 我一个水利机组突然坏掉了 怎么办 所以他可能从另外一个地方 要通知他把另外一个机组启动 所以这个调度中心 各位知道这在哪里吗 台湾电力公司 罗斯福路那个大楼的25楼 在台北 高雄有一个副中心 也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那时候就怕打仗的时候会有问题 所以有两个中心 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再来呢 好 如果需求量少于供应量 系统会发生什么事 所以我系统里面的能量过高了 所以我系统的频率会上升 什么叫系统频率 我们用的电的周期是多少 cycle是多少 60 所以当你的供应量变大的时候呢 你的频率可能不是60了 你可能变成60.1 60.2 我们用的电压是多少 我们家里用的电压是110 220 所以你可能电压会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就降低你的发电量 那你要怎么样降低你的发电量 你有些机组可以快速反应机组 你就把它的功率降低 或者呢你就把那个机组呢 停止发电 你就降低你的供给量 反过来若需求量大于供给量的时候 会怎么样 系统频率会下降 电压会下降 OK 那你这时候你要增加发电量 同样的你就兼载机组 升载或者启动兼载机组 但是这个时候有个条件 你要有足够的背转容量 你还可以开始 才可以应付 那如果是运转中的机组 故障停机 你可能就是要启动背转的这个机组 OK 如果我的背转容量不足以因应 系统频率一直下降 电压也一直下降 OK 这时候呢 为了保护发电设备 每个发电机组都有 如果我频率太低 我电压太低的时候呢 我那机组会自动跳脱 所以我原来就不够了 又有机组会跳脱 所以会怎么样 连锁反应 哒哒哒哒的 然后供电量会进一步的降低 到最后系统会怎么样 崩溃 所以全导大停电 发生过没有 815 还记得吗 815就是这样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事情 所以为了免于系统崩溃 所以在系统上面 它会自动或手动的切断 部分地区的供电 就是不预警的停电 这个台电有个很好听的名词 叫卸载 我突然发现呢 我现在电不够了 然后我被转容量也不够了 我避免我系统崩溃 OK 我先把台北的电 不应该讲台北 可能找个乡下的地方呢 把电线跳掉 就不供电 所以那个区域就停电了 我把那边牺牲掉 就别的地方 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基本上呢 我们现在如果已经知道 系统的备转容量不足 为了避免不预警的停电 我们会采取分区轮流停电的方式 减少需求 所以台湾今年 我个人非常的悲观 OK 认为我们可能会走到这一步 会走到这个 这个分区轮流停电的方式 说你先不要用电了 避免我的背转容量 我在运转的时候呢 我的背转容量不足 系统有故障 然后避免会发生系统崩溃的情形 所以采取分区轮流停电的方式 减少需求 那这个事情如果出来 民众反弹会很大 所以台电创造了一些名词 一个叫虚量竞价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名词 去年应该看了很多 OK 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工业大户 在每天下午六点之前 这样台电报价 OK 报价报什么呢 假设 我本来要用一千瓦的电力 一千瓦太少 我本来要用十万瓦的电力 十万千瓦的电力 我现在跟台电讲 我明天不用了 下一句是什么 你付我多少钱 OK 所以台电是什么 花钱 把人家用电的权利买回来 那为什么要买回来呢 因为我明天的供电量不够 OK 这就叫虚量竞价 OK 这是去年做的 这是去年做的 抱歉 我下面有一些连结 本来想给各位看一些新闻 不过这连结 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就用讲的 好不好 我这里给各位看 这是两个新闻 那今年呢 虚量竞价已经不够了 已经不够了 所以它要怎么样呢 它就叫做强制节电 原来是你愿意配合我 我就 好像显现不出来 后面那两个荧幕看得到 这边前面看不到 后面那两个荧幕看得到 我想我们就可能 我就很快地 很快地讲过去好了 因为我们刚刚试过 这个不太行 所以今年呢 就说不叫这个了 我们今年叫做强制节电 我原来是说 你愿意减少用电 我给你钱 今年是 你不减少用电 我罚你钱 OK 今年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这边有几个图 就不点进去了 因为上网页之后 这荧幕显现不出来 我们可以 这可以到台电的网站上面去看 我们依能源的区别 我们用电的区限 还有依区域 我们有用电的区限 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就是说 我们北电南送 坐在后面的同学 应该可以看到那两个荧幕 可以看到北电南送的情形 你可以看到我们电力 电力使用的一个状况 我还有未来一周的电力输出信 还有未来两个月的电力资讯 这电力资讯很好玩 它给你不同的灯号 OK 它给你不同的灯号 告诉你说 我明天的倍转容量 还剩下多少 如果说是这个 这个小于6%的时候呢 我们就属于一个黄 属于一个橘灯 那就是一个警戒的状态 如果说小于50万千瓦以下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黑灯 那到了50万千瓦 就已经是分区轮流停电了 已经是分区轮流停电了 我想这边是给各位把这个电力的东西做一个说明 那给各位看一个图呢 这是我们历年备用容量的变化的情形 然后这个图上在显示的一个东西呢 也就是说我备用容量如果低于5%的时候 我们常常发生限电的情况 这个是在民国 在1979年 198 民国79年 民国80年 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那过去十年都没有 因为我们被载容量非常的高 那未来几年就会看到了 因为我们被载容量不够 我们被用容量 被载容量不够 这张图给各位看我们近年供电的状况 所以进入到供电警戒 也就是被载容量小于6%的天数 2014年9天 到了2017年是104天 今年会更高 今年会更高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干嘛 我们每天都走在钢索上 随时要准备发生限电 或者断电的一个情形 电力 我现在下面讲风险 其实讲风险 我们中国古代人对风险就有体认 大家应该听过这句话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长眷 所以这里有个keyword 愿 为什么是愿呢 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风险 你有健康的风险 你有投资的风险 你有事业的风险 你有婚姻 你有社会经济发展 各种各样的风险 事实上人的一生 也要面临很多的抉择 你的抉择也就是风险的抉择 风险的选择 与利益的取舍 息息相关 我后面讲一些东西 各位应该可以体会到我在说什么 但是风险的选择 是依据主观的认知 还是客观的评估 风险的选择 绝对有主观的成分在 你担心不担心这个 你担心不担心那个 跟你的一些人格特质有关 但是当我们要做一些决策的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是一个主观的认知 必须是一个客观的评估 那风险呢 如果我们要客观评估它的时候 事实上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发生了什么事 第二个呢 你要能估算它发生的机会与频率 发生的机会与频率 然后你要知道它的后果与损失是什么 所以当你要讲任何风险 那我们这边随便举个例子来讲 什么风险 坐飞机摔下来 OK 飞机失事 它的后果跟损失是什么 对不起 上面人全部报销 OK 好像不太能够降低了 那你要降低的是什么 你要让它的系统变得更可靠 所以你要让飞机的维护 能够更确实 所以降低飞机失事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要透过适当的设计跟管理 降低风险 就是降低它发生的几率 减少灾害的损失 大家都说核能很危险 核能很危险 为什么危险 因为它如果有放射线物质 释放到外界环境 会对生物环境造成伤害 所以它非常危险 但是核能电厂 我们经过了一些安全的设计 让这样事情发生的机会 非常的低 OK 然后我们又经过一些适当的设计 让事情发生之后 释放到外界环境的辐射物质 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我们可以降低 减少它的灾害损失 进而降低我们核能电厂的风险 我们有一套理论 可以做这些计算 我想今天那个不是重点 我们先来讲 各种发电方法的风险比较 从供电的稳定性来看 核能发电的燃料体积小 重量轻 运输储存方便 这是核能发电的特质 我觉得各位都知道 有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上是用核子动力的 各位你知道那航空母舰 多久换一次燃料 它那二十几年 不用换燃料 对 它是一个反应器放上去 然后二十年之后 把反应器搬下来 所以你根本不必换燃料 某种程度上不必加油 所以这是核电体积小 重量轻运输储存方便 那天然气 它的能源密度比较低 它的运输储存比较困难 一个简单的数字 我们现在 目前每三天需要 两艘天然气的运输船靠港 现在我们天然气发电 是百分之三四点几 将来我们要变到百分之五十的时候 可能我们是两天要四条船 那台湾海峡有一些风吹草动 我说风吹就是台风 那更不要讲不友善的邻居 那台湾的能源怎么办 再来 再生能源发电的受限于气象 它是没有办法调度的 所以我刚刚讲 我有个调度中心 我一些机组故障的 我要集中调别的电力上来 再生能源是不能调度的 而是再生能源是 让你调度变得更困难 为什么 我今天风突然没了 或者我突然是一个阴天 你必须要找其他的电源 台湾是一个独立的电网 缺电的时候 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电网的资源 所以我们现在讲 这给各位看一下 一个核能的燃料是一年半 那煤炭呢 我们政府规定 注意到 是政府规定 所有燃煤电厂 它一定要有30天以上的燃煤存量 是政府规定的 这会造成什么影响 发电成本会增加 为什么 你30天的煤要不要花钱买 要啊 买来之后你摆那边不用 是不是要付利息 OK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天然气呢 夏天尖锋的时候 大概是7天 给各位看一件事情 这是什么 这是台湾实际的一个数字 105年5月20号 到105年5月31号之间 风电的供电占比 是5月 接近夏天 它装置容量占比是1.6% 供电占比 OK 0.0012 OK 只有0.12% 然后这个容量平均因素 只有5% 各位看这个上上下下 请问一下 它没有的时候 你要怎么办 你要用其他的方电 发电方法 来补足这个量 那给各位看一个图 这是丹麦 德国 瑞典 挪威 大家都讲 丹麦是风力发电的模范生 大家都讲说 德国再生能源做得多好 抱歉 它靠两个国家撑着它 靠三个国家撑着它 一个叫挪威 一个叫瑞典 还有一个叫法国 因为法国的恒能发电 可以提供它一些需求 那德国人的再生能源 它很自豪地说 我的再生能源的供电量 已经达到百分之百 对不起 它那个国家里面 燃煤的发电还在运作 它再生能源发出来的电 有一部分是送给了别的国家 它能不能把它燃煤发电 全部关掉 系统垮掉 OK 然后它把再生能源 卖给别的国家的时候 常常是什么 负的电价 大哥 拜托 这个电您帮我用 我付你钱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它停不下来 它停不下来 停下来对机组也不好 再来 另外一个风险 就是发电成本稳定性 那核能发电 它是靠右的采购成本 在总发电成本的比例 非常的低 所以它的发电成本来讲 比较稳定 如果核电厂一旦新建完成 它的发电成本 不容易受到国际能源价格 波动的影响 这不是便宜跟贵的问题 现在我们核能发电 确实便宜 为什么 我们六个机组都折就完了 那只有买燃料的价格 那燃料价格相对来讲 比例是比较低的 所以它的发电成本 比较不容易受到 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 那天然气发电成本中 燃料成本比例非常的高 高到80% 所以它的发电成本 波动比较大 那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刚刚讲有负载 对不对 有机载 机载就是一天24小时 都在运转的 所以一般来讲 燃煤发电成本 核能发电成本中 燃料采购的成本 占比比较低 所以适合作为机载 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天然气的价格 从这1996年的4块钱 到了这个 到了2012年的20块 18块20块 当然前面这个东西 你开始它往下掉了 这是前两年 电价比较便宜的原因 抱歉底下有个 经济日报的这个 它是告诉你说 2015年之后 开始往上爬 最近油价又创高峰了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 对于这些 化石燃料的价格 那可是就 不太能够预测 那给各位看这张图 是台电的资料 是我整理的 你会发现 核能发电相对来讲 它的发电成本 是比较平稳的 你看一个下降的趋势 因为它运转的绩效 过去比较好 然后你再来看 其他发电的成本 上下波动非常的大 所以核能发电 一个好处 就是它成本比较便宜 成本比较稳定 再来一个比较大的 发电的健康风险 大家都说 辐射跟PN2.5的 致癌风险 OK 事实上呢 辐射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那如果核电厂发生 辐射物质外事的 严重事故 会对民众 较成健康的影响 我这里强调一件事情 三里岛跟福岛的 核电厂事故 没有任何居民 或者电厂工作人员 因辐射暴露而受伤 没有 因电厂事故 而造成死亡 或者造成受伤的 比较大的问题 出在Chenobo 但是Chenobo那种反应器 跟我们的反应器 不一样 那燃煤电厂 正常运转时的空气污染 一些报告估计 2015年 全球有650万人 死于空气污染 那可能约大部分是 这个燃煤造成的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有人讲一句话 核能发电 如果出了意外 会死一堆人 OK 燃煤发电 如果不出意外 一堆人会死 OK 这是有人这样说的 那天然气 有没有问题 各位还知道 徐国勇 前一阵子讲的一些话 让人愣在那里 你家你愿意 摆一桶瓦斯 还是摆一桶煤 对不对 那为什么不喜欢摆瓦斯 瓦斯会爆炸 所以你担心地震 OK 你担心地震 我后面有一张图 看在不在 这张图 很明显的 这是一个炼油厂 这是一个天然气 除尘装置 你知道这是哪里吗 日本福岛 日本福岛附近 那个地震的时候 OK 那你说它在烧 到最后会怎么样 对不起 没人去救火 全部烧光为止 OK 全部烧光为止 所以这也是一个 这也是一个问题 李老师刚才那是千叶线 千叶线 谢谢 OK 我是网图上抓来 没有留意 好 那再来 辐射是自然的一部分 那背景辐射来自于土壤 岩石跟空气 还有宇宙射线 本来差别很小 千叶线就是在东京 跟福岛的中间 它是炼油厂的 OK 好 还有宇宙射线 那本来有两个图 各位可以上去看一下 就是一个台湾的背景辐射 那对坐在后面的同学 可能可以看到一下这个图 这是台湾的所有的背景辐射 在这边 我本来应该可以引用一些数字的 但是现在有人看不到 我就不引用了 然后再来呢 再来给各位看的是这个香港的 好像找不到 我想讲 各位看到那个图会发现 香港的背景辐射是台湾的两倍 OK 就是你住在台北 你住在香港 你一年所接受到的浮游剂量 就比你住在台北多两倍 为什么 因为香港是花岗岩地质 那里面的那种岩石结构里面的 辐射物质就特别的高 辐射物质就特别的高 那我这边有一个图给各位看的呢 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的背景辐射 东京是0.034维西弗每小时 台北呢在这个地方 台北是0.057 有没有看到 大概就比它高了50% 比它高了是50% 然后这上面有应该有香港 香港是0.080到0.150 是台湾的两倍 所以辐射本来就是天然具有的一些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呢 民众真的是 我不晓得 像这位先生大家应该认识 OK 他讲了一些话 那时候返和的时候 他说他收到礼物 这是最难过的礼物 他说这个数值只要超过0.04 维西佛就是危险的 那我建议他最好以后不要去香港 香港是0.15 OK 好 再来我们看到说 孩子的天空 这是反和时的千人大合唱 大风吹吹向谁 草儿都枯萎 大风吹吹向谁 大处也流泪 拜托一下 核能发电从来不会有空气污染 从来也不会排放二氧化碳 他讲的到底是什么 OK 那你看到这个是核能发电造成的吗 OK 可能是跟燃煤发电的关系会比较深一点 我们讲风险的选择 这是我倒数第二张同影片 我们使用核能发电有风险 这边讲 微量的放射线物质排放所造成的健康效应 那核电厂发生严重事故的影响 再来我们谈的是说核电厂新建所带来的社会对立 核废料处理所带来的社会对立 那核电厂会成为战争的目标 这是使用核能发电的风险 不使用核能发电也有风险 那能源危机再度发生时 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 国际上决定排放 管制二氧化碳排放时 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 那国际能源供应失衡时 国内能源供应的稳定性 能源输入进时遭封锁时 国内能源的持续供应 这个投影片什么时候用的 大家记得2000年的时候 各位可能还真不容易记得这件事情 有个核四再评估委员会 那时候我是委员 我所用的投影片 那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台湾目前的106年的装置容量 还有106年发电占比 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这里很明显地看出来 哪些是基载 哪些是尖载 燃煤它占比只有22% 但是它的发电量到30% 天然气它的占比是 当然因为核能减少了 核能原来占比是12% 但是我们有两个机组 因为某些原因不准它运转 所以它的占比变低了 这里还有抽续水利的这些东西 好 我们2025年要达到非核家园 所以民进党的理想是 20%是靠再生能源 日本人 2030年它的比例是多少 13% 日本的土地比我们大 日本的人口密度比我们低很多 人家只定到13% 还是2030年 我们凭什么在2025年 把它定到20% 再来 那还剩下百分之多少 80%从哪来 50%是燃气 从32%调升 30%是阳霉 燃霉从45%调降 骗人 OK 骗人 所以它如果真正把核能拿掉 它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煤 它现在的煤电厂 即使不盖深澳 将来也不会是30% 那它如果说是将来就是30% 对不起 那深澳电厂盖来那边养蚊子 OK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还有说它电价不会大幅上涨 所以我觉得真的 台湾的一个大问题 就是我们的执政者 不愿意面对现实 他们在规划这能源政策的时候 我们这些赞成核能的时候 很明确地讲 你会缺电 你电会涨价 OK 你会造成投资不振 OK 没有一件事情 他听进去的 但是很不细 这些事情一件一件 都已经在发生了 所以我回过一个总结 所以在能源的规划上面 就是刚刚陈老师也提过的 基本上是应该不能把所有的鸡蛋 摆在一个蓝子里 核能 蓝煤 蓝气 再生能源都要有适当的比例 所以有人提出来一个口号 叫一二三四 OK 一是什么 再生能源 百分之十 二是什么 核能 百分之二十 三是什么 天然气 百分之三十 四是什么 煤 百分之四十 或者天然气跟核能可以互换 所以我觉得民众可能要对核能这个事情 要有一个新的认知 因为它跟别的能源相比 说实在的 它是还有蛮多可取的地方 好 我跟各位的介绍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OK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黎明教授 非常感谢他 我自己本身学到非常多东西 感激感激 谢谢黎明院长 我觉得我们台湾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的感受是 其实你们刚才这样听下来 这个并不难嘛 对不对 你并不需要学很困难的东西 你也可以大致听得懂 那我们为能源政策的辩论 辩论了那么久 为什么没有那种 一个好的公民教育 黎明院长讲给大家听 可能跟他不同立场的人 也可以讲给大家听 所有的人都来上课 上完课 了解有道问题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的疑惑 再对这支专家提出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才做出来我们的公共政策选择 这才叫做民主政治啊 老百姓要做主 你就要学习 老百姓自己要觉得我认为什么是对的 当你要认为什么是对的时候 你应该要先反求诸己 我对这件事情理解多少 老百姓不应该成为口号 恐惧 恐惧 政党 或者是跟权力运动有关的任何事件里头 被挟持的人质 如果是后者 那个不叫做民主政治 所以其实民主政治里头 当他把权力交给老百姓的时候 老百姓本身就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 就是了解 那了解一件事情有那么难吗 我其实就是很 从2013年开始 我就对我们的政府很不谅解 李明院长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从那个时候 我就对马政府很不谅解 我对蔡政府也很不谅解 我不谅解的理由就是 当你们在讨论能源政策的时候 你把老百姓都当傻瓜 你们都不肯把国家的公共电视也好 或者是你自己站在第一线也好 或者是你们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去买电视的频道也好 然后或是办好几场不同的公共论坛也好 让很多人有机会把一些问题了解清楚 那我对林毅雄也非常不满 我认为他在台湾享有很神圣的地位 他自己就应该去上课 可是他完全不上课 他就要用他的神圣的光芒 提出他个人的主张 那所以我的感觉会觉得 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包括妈妈联盟也一样 他可能有所谓他个人的理想 可是他并没有为他的理想做足功课 而就提出主张 然后就表示一种他们的创意 然后就找人拍广告 拍广告是我的朋友 后来被我说你又不了解政策 你拍什么广告 然后也去写歌 然后这种事情是演艺事业 这不叫做公共政策 那演艺人员关心社会也很好 可是你怎么可以完全不上课 什么都不了解 你就要在能源政策里头表达强烈的意见 所以我的感觉不是说演艺人员没有资格 只要是老百姓人民 他就有资格参加任何的公共政策 否则不叫民主政治嘛 对不对 那可是呢 为什么我们永远都在几个人的房间里头玩游戏 然后任由一些名人来操作 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 最后代价是全民贡业 现在除了住在台东跟花莲的人 终于全台湾西半岛 几乎北部 中部 南部 我看可能新竹科学园区享受最多的电 他们还没有什么污染 你们那里没什么污染吗 怎么说没有呢 还是有啊 看气象 看气候 也是看气候 看风向 看风从哪里来 但是台北因为领口发电厂 我想先请教您 台中的人的问题 这个中火从1991年就开始有火力发电厂 可是台中的人的直接感受是 为什么大概整个空气突然大幅的恶化 是从2013年左右开始 为什么 我来看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去看这个中火的发电量 从2013到这边来没有太大的改变 它的发电量是差不多的 那为什么在最近会变得比较严重 我觉得跟整个全球气候的改变有关 你的污染的程度 我不是说从大陆来 我不是说 而是你这个电厂 你所产生的污染物 排放到烟囱里去 它会怎么样扩散 跟气候有关 所以可能是过去几年 这个气候的改变 让台湾上空的这个大气 不适合污染物的扩散 如果它扩散不出去 就会怎么样 就会下来 所以我觉得跟气候的变迁 是有关系的 大家也知道 台中火力一年365天都在转 什么时候污染会比较严重 冬天 因为冬天那个气候的状况 不适合污染物的扩散 李老师你来 我听很多能力专家讲 您今天来的时候叫春夏之秋 你看到蓝天白云吗 这个我觉得跟整个全球的 一个气候的变迁有蛮大的关系 抱歉 我不是说要站在替台电辩解或什么 因为你发现它变得很严重 那你去看 它发电量没有增加 它还是发一样多的电 它会骗你啊 不会 那个你去看 你去看它数字 一个机组的装置容量是多少 然后你乘上的数字 就是那个 它也不可能多 它有没有可能因此为了要降低成本 买比较脏的霉 应该不会 因为我台电董事做了蛮多年的 它的那个霉 它的那个霉是买的时候都非常严谨 因为它买很脏的霉 你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 它的机器的寿命会缩短 它的这个环保的设备的里面零组件的更换会更快 所以你省了没的钱 可能你会花别的钱更多 那我再请教你 那像台北的空气 为什么会在今年的2018年初 开始全面突然的恶化 因为林口发电厂是2016年落成 那2017年一整年也有一点可是没那么严重 后来这半年下来就非常的严重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学大气扩散 我有一些点知识 是因为我们核能要学放收金物质扩散 所以有一点点知识 那我来看 其实林口电厂上来了 其实林口电厂那两个机组并不大 而且说那两个机组相对来讲 比台中火力要来的污染少一点 那你说台北为什么最近变得比较严重 那我唯一能够看 讲的也是跟大气的变迁有关系 因为你知道污染 林口发电厂是2016开始 对 开始 其实林口原来也有一个电厂 后来退休退掉 后来因为旧的电厂拆掉 所以我觉得 当然有一部分是从大陆飘过来的 但是那也要看气候 各位听气象预报 常常说我们高气压南下 什么什么这些事情 那个都会影响到台湾的污染的状况 其实我讲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 如果你现在 以前大家在反核 稀里哗啦的吧 核能现在认为说他们成功了 所以用2025年飞核 所以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要把煤电厂反掉 那我就不知道台湾到底将来要怎么办 也没有啦 我现在在问李敏娇一个问题 讲到境外污染 因为我听了太多句 你谈境外最简单 尤其这个境外就叫中国 这最容易嘛 那我因此呢就 有一段时间每天就要住在马祖 厦门 香港 传照片给我 不好意思啊 人家常常蓝天白云 那人家是 我们是从福建飘过来的 还是从北京 从北方下来的 那为什么人家福建是好的 要看风向 要看那气流走的方向 OK 人家我们当然讲着 有人开玩笑讲 李毅元说了 我不改善的话就下台 OK 他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老共减少用煤 不是 那边减少 那您讲到了重点呢 我们境外污染 如果都是要很严重的话 应该是中国共产党 以前全面烧煤最严重的年代 那应该是在三四年之前呢 中国大陆现在是天天测 PM2.5跟PM10 从上海 然后今年四月份 它禁止福建 浙江 上海 广东 进口任何煤炭 那我想请问您了 就是人家现在 蓝天白云的日子越来越多 我去香港也是蓝天白云 那它为什么没有境外污染 可是我十年曾经在香港工作的时候 香港的上面的天空 就跟现在台北是一样的 其实你要我真正讲这个理由 我认为 就是说整个气候的变迁 是造成台湾污染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因为这个气候的变迁 造成台湾产生的污染物排不出去 OK 所以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你觉得所谓气候变迁 不是说气候变迁 把大陆的污染带来台湾 对 是气候变迁 以前的风可能就吹给别人了 对 以前就可以 我们现在吹不出去了 对 其实不是风 其实这个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扩散是什么 往上面跑 OK 就直接往上面跑 然后散开来 但你这个也对全球的地球太没感情了 没有办法 这个你要讲local的情形 我们已经在烧煤了 我讲的是污染物 就是说你往上跑 你往上跑 那往上跑跟什么有关系呢 跟你大气的温度分布有关 有些时候呢 在什么样温度之下呢 它会往上跑 在什么样温度之下 它会平地扩散 那个都跟大气有关 所以如果你要讲说 台湾最近为什么变得比较严重 我认为是全球气候的一个改变所造成的 所以在某一个 其实台大有大气科学系有做一些研究 他也做一些分析 就在什么样气候之下 哪些是本土的 哪些是外来的 他可以做分析的 当然你在政府而言 他引用的都是平均值 他引用的都是平均值 但是民众感受的不是平均值 民众感受的是什么 极限值 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你有一天是十 台湾的是 大陆来的是十 有一天是零 你平均下来就是很低的一个数字 您是不是住在新竹 我住在新竹 我已经在台北 没有看过蓝天白云 已经三个礼拜了 我想台中的人可能更久 我讲我一个经历 台中我上个礼拜来 突然看到蓝天白云 然后我记得 跟我一起坐车的 可爱的素华就说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像老天赐给他的一天蓝天白云 我在台北每一天看 我住在阳明山 四百公尺上 然后我去问了竹子湖的人 他们从三七五建筑 三七五建筑是我阿嬷时代 三七五建筑时代住那里 他们七八十年来 没有看过雾霾飘向竹子湖 竹子湖现在他们在就历过年 一直到最近 雾霾就飘向了台北的竹子湖 那你要告诉大家说 这是境外的污染 那以前中国大陆污染 很严重的时候 其实我不太愿意说 你现在看东西都是境外来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讲说 以前这些污染源存在 可是因为气候的状况 让它散掉了 那现在因为气候的状况 让这些污染源散不掉 所以你就感觉它比较严重 当然境外也许也有一部分的 境外现在改善的非常多 尤其是北京那一块 上海也是 上海也是 福建更是 因为他们盖了非常多 核能发电厂 对 其实福建一个省的核能电厂 比全台湾都多 对 广东 大亚湾也盖起来 那他们都占20%的核能发电 其实回到刚刚您讲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台湾对于能源政策的规划 为什么不好好的做一个讨论 好好的做一个辩论 让民众有了解 可以继续选择 对 您知道韩国最近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介绍过公民审议 对 公民审议 它是找了500个人 这500个人要承诺 他会上课 他本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定的 他没有特定的立场 对 然后我们可以organize 赞成的 反对的 各种各样的知识 去跟他们谈 谈完之后他们做投票 但你们讲某一个 我在看欧洲的各国的能源政策 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每一个国家都针对自己国内的状况 去制定它的能源政策 但是他们都有第一个共同的目标 抱歉了 我最近呼吸到实在太差了 这是我们住在这里的代价 就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 节能减碳 废除煤炭的发电厂 这个是在欧洲 这是在欧洲 不可讨论的 那德国所以盖煤炭发电厂的原因 是梅克尔总理这位小姐 她的政治目的 这是政治不是经济 也是经济也是政治 因为德国的东德地区 德东地区是产赫煤 它不要那里的人失业 而且那些人都是 基民党的强烈支持者 她要让他们有工作 所以在过去几年 她还多盖了很多煤炭发电厂 她不是老的留下来 是新盖的 所以德国总共二氧化碳排放量 增加了8% 导致这次竞选的时刻 非常多对环保有强烈的疑人的人 拒绝投票给他 然后也拒绝绿党 说如果你敢跟梅克尔组阁的话 组联合内阁 他原来的联合内阁就是 他跟另外一个右派 然后还有就是绿党 你不可以跟他组阁 因为他完全违反了绿党的理念 所以他最后只好回头 去找社会民主党 去组了联盟 而且是差不多9月宣举完 到快要2月的时候才组阁成功 那德国是发展煤炭 而且为了梅克尔个人的选区 它是唯一的例外 但是他还是从国外买了很多店 其他的地方 像我最近看到的例子 比如像芬兰 芬兰它也是跟您讲的一样 就是风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它的天然条件都不足 所以呢它就想出 它有很多森林 那木材是很大的出口业 那做木材出口的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木屑啊 就有很多废物啊 木材废物 它就把那些东西 变成它的生殖燃料 就是属于再生能源的一种 那接着呢 对它来讲 这个国家最大的目标 就是想办法提高水力发电 然后更重要的 当然它的没有地震 地层很稳固 它的核能电厂要盖 在第五座 第六座之外 它要把所有的煤炭发电厂 全部都关掉 这个是它的目标 那而且大多数的国家 定的目标都是2030 2050 2040 大多数都是2040 2050 也就是说 它们会给自己 在科技跟在转换能源的转型里头 almost 20 years 20年 25年 30年 它们觉得这个目标才能达到 那我们的台湾为什么是 两年或者是两天 为什么 其实大家会奇怪 一个魔术数字2025怎么出来的 好不好 OK 我们一个核能电厂 在发执照的时候 是需要 就是说一般来讲 我们说是40年 OK 但是美国很多核能电厂 已经用超过60年了 我们是40年 是一个 等于讲是一个周期一样 那我们核三厂是民国 是1985年运转的 第二部机组 所以40年是正少2025年到期 所以它说核三厂如果到期之后 我不让它研绎 我就关掉了 所以核四厂 我又不让它运转 所以2025 正好就是台湾没有核电厂 可以运转的时候 它就定在2025 对 事实如此 我不认为 你不认为 OK 因为2025刚好2024选举完毕 所以那位连任的人已经不用舍了 OK 所以我承诺的东西 我不用做到也没关系 这样您懂我意思吗 OK 好 那我倒是没看到这个数字 不过 事实 对我来说 政治人物的思考 对 因为2020你要选嘛 那选上了就做到2024嘛 所以我承诺2025 我没做到跟我没有关系啊 其实我不知道我在这边适合不适合提 他们不是不想上课 他们是五点下课 OK 那我们俩继续聊天 其他同学有兴趣留下来 陈老师 我有件事情 我不知道在这里适合不适合提 因为我们一直讲说 这个公民教育对能源的认知 我们没有一个机会来做这件事 有没有一个机会 强迫政府来做这件事 我们有政府啊 那不管怎么样 他还是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我现在在推一个公投 叫以和养绿公投 我真正来看这件事情 我希望透过这公投投票前 有差不多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 必须办公厅会 必须做一些论证 必须做一些论述 那你惨了 我告诉你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公投 大概有一百个题目 所以大家都没有时间听这样 连投都没有时间投 那我就不晓得 反正我现在正在努力 我现在正在努力这件事情 我们留一点时间给同学发问问题 我觉得今天也有好几个人 非常认真的听 尤其台中的空气这么不好 那大家有些人会有一些疑问 有些人也可能有同意 不同意 有没有人想问问题的 谁想问问题 谁想问问题呢 好 那因为他们的下课时间到了 这样好 那李米娇让我非常感谢你 不过刚才有一个数字 我特别注意到 你写了我们的背转容量 大概百分之三点八 我有没有看错 那个谁天 谁每天每天不一样 我上次看到有一个下面的一个数字 是百分之三点八 背转 那个只是举例怎么算 OK 那个完全没有意义 但是 我只是举个例子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潭天然发电厂 它天然气的发电厂 它大概占百分之六到七的发电量 它一跳掉的时候 它就会限电 对 因为你这个背转容量这么低 对 所以我最后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从一个国家 它的能源安全来看的时候 我看到新加坡 它的备用容量 备用容量就是说 反正我这整个国家 轰不笼笼 可以算起来的电 就叫备用容量 所以我们政府台电 赖皮道 不好意思 您当党董事 赖皮道 连核一核四 都算备用容量 对吧 你要用备用容量 就是连这个都算 所以看起来数字不会太差 但是真正有意义的是 那个备转容量 那我们的备转容量 低到3%到4% 是 那我看到了新加坡 它的备用容量是真的 不像我们这种是 半真半假的 是30% 它的备转容量是15% 这是不是才是一个国家 应该有的安全 对 对吗 对 其实当我们再生能源 越多的时候 你的备用容量 就必须更多 因为它随时可能没有 它随时可能没有 你要随时back up上来 OK 所以当我们国家讲说 我们要多少 多少Giga的风力发电 他在讲这件事情 他没有告诉你说 我们备转容量需要多少 备用容量需要多少 都是在骗你的 因为我 人家讲一件事情 有些对能源有想象的人 讲得很好 他说 OK 我冬天靠风力发电 OK 我夏天靠天然气发电 对不起 冬天发电的时候 天然气发电机组 有没有在转 没有 所以它就是什么 被载容量 所以当我风力发电 到达20% 30%的时候 我的备用容量率 一定要超过20% 我想我在请教你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刚谈到 再生能源的问题 我问你一个 雾霾之下的太阳能电白 能不能发电 会降低发电量 那我们台湾真正 没有云 很少下雨 太阳很多 阳光充沛的地方 就是台中 彰化 嘉义 云林 这些地方不都是雾霾地吗 你会影响它的效率 然后这些地方就是我们产道的地方 所以你就是跟粮食争地 因为北部的雨太多 其实我个人真的不太相信 我们可以做到20% 那风力发电的话 因为日本是把风力发电 当很大的重点 还有某些其他像轻能 那日本把风力发电 当很大的重点 是有它的道理 就是说 他们最需要电的时候 是很冷的冬天 那时候风很大 可是我们台湾 最需要电的时候是夏天 然后夏天大概除了澎湖 大多数地方都没有风 所以我下一个问题是说 那澎湖 我如果把它变成一个低碳岛 到处都充满了 把所有的澎湖的海岸线 我管它三七二十一 就全部偷偷地装了 各种不同的离岸的 在岸的 全部的风力发电 那这个风力发电 我可以拉电缆线到高雄吗 可以 现在已经拉了 也拉好了 但是不能用 为什么 没有上岸 什么叫没有上岸 因为从澎湖 拿条电缆 海底电缆 到台湾 要上岸 上岸你要盖一个房子 把那电缆接进去 然后变一个便电所送来 盖好不止三年了 几十亿盖的 不能上岸 因为民众反对 民众反对上面 民众反对那个电缆 在他们家的附近上岸 所以盖好咯 因为澎湖 你要变成低碳岛 你要做风力发电 你发很多的电 对不起澎湖用不完 OK 你要送回来 所以很早就盖了 可是不能上岸 因为高雄 当地的民众 不允许 电缆高压的 不是彰化 彰化 云林 云林 对 那一带 我抱歉 他们尝试了一两个地方 我现在已经不太记得是哪里 反正它是这里也不成 是那里也不成 是这里也不成 还没有上岸 在彰化附近还没有上岸 他们已经拉到门口了 那东西 是你如果去协调 那个施工期很短 因为那个东北季风的关系 因为你一段时间可以施工 所以一年拖一年 一年拖一年 根本上不了岸 就上不了岸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我们要锋利发电 对不对 锋利发电 那么多的锋利发电 你要一个地方上岸 你要从彰化那边上岸 现在那个地点好像决定了 可是能不能顺利地盖 我也不知道 那观音的天然气主存槽 居民也反对 居民也反对 那所以我们现在大谈天然气 它的天然气是从 我们可怜的台中 一路用一个管线 海路两用 海路都有 一直拉拉拉到桃园 这世界上有这种国家吗 这会太扯了 大谈天然气场是在桃园 它不在观音盖阁港口 它跑到台中来 一路经过海底 苗栗新竹江 拉拉拉拉拉拉 它是 如果 它是什么 没有一个地方要给它盖天然气 天然气 我想 你如果了解 你看 其实马上有一个问题 鞋合电厂是烧油的 要退了 将来要换一个烧气的 所以在鞋合电厂 鞋合在基隆 它马上要盖个天然气接受站 所以今天徐国勇讲的说 你家你要摆一桶煤 还是要摆一个 当地的民众也会抗争吗 对 等着看 他到时候要看他怎么讲 因为他要那地方盖天然气接受站 那经济部说 他们本来升到发电厂附近的居民是反对的 但是带了他们去林口发电厂参观 就发现那个地方 通通都没有烟 也没有尘埋 是一个非常干净的电厂 那居民就不反对 就同意了 你的看法呢 各位 你如果今天到一个电厂 还是在冒黑烟的话 那个厂长跳楼算了 那个厨屋的设备 那个空屋的设备 已经做到某一种地步 真的尽它可能的降低了 可是PN2.5是什么 看不见了 看不见了 微粒非常小的微粒 其实PM10也看不见了 也看不见 你是经过集成器 那已经做到一个地步 就是说你根本看不见 可是它有没有烟囱 它还是有烟囱 而且它也闻不到 以前因为还有流 还闻得到 现在因为都去流了 所以闻不到 所以民众就绕了一圈 以为这里很干净 其实是被骗了 其实一个电厂 它造成最大的污染 不是在电厂旁边的人 不是在电厂旁边的人 离电厂一段距离的 因为那么高的烟囱 东西上去之后 它会飘散 那怎么样飘散 要看气候的状况 我有一次看到有四群人 我有一个朋友住领口 他说虽然电厂在领口 可是它靠近巴黎 所以倒霉的是巴黎 风往那边吹 这是真的 那他认为领口完全不受影响 不可能 其实在电厂正下方 应该影响最小 在电厂周围 可是它是在海边 那他们住领口的人 是住在文化路 住在那种三井 Outlet那个地方 那有一点距离了 我觉得这还是什么 跟风向 如果风这样吹 它还是吹进来 对不对 完全看风向 所以风向如果往东北季风吹 就往巴黎 那如果是往这边吹 就吹往领口 树林 对 然后新庄五谷 台北一直进来 那如果往南吹 就吹到桃园去 桃园去 所以看风往哪里吹 看风往哪里吹 那所以某一个程度来讲 整个我们用居民去参观 某一个燃煤发电厂 告诉他们这里很干净 这是一个不让老百姓 真的知道真相的做法 可以这样说吗 我想这是一个宣传的做法吧 宣传的做法 对 那所以您很希望 台湾有一系列的公民课程 对 好好地来把各种能源的问题 谈清楚 对 那我也看到像瑞士的公民投票 然后他们的公民投票 用的都是复选方法 瑞典也用公民投票 处理能源 他们也都是复选的方法 然后比如说你可以选A 也可以选B 然后里头都有涨电价 然后拿这个电价去补助水利发电 因为瑞典也很多水利发电 然后另外瑞士的方法就是 我2016年我才投 因为我不愿意三一之后来投票 然后投了以后 大家决定说 好 我要减少 它最后结果是减少的是煤炭发电厂 那2017年又再投一个法案 这个法案里头就是包括要不要涨电价 再生能源的发展多少 它都是复选题 从来没有我们这种yes or no这种 要和不和 要没不没 没有这么简单 我们yes or no而且还限制你只能问一个问题的yes or no 是我们的中选会啊 对 因为你去看公投法讲 就是说你一个提议的时候不能谈两件事 公投法没有这个规定 有 它规定我们只能够谈yes or no 对 只有一件 不是说问yes or no 你投的时候只能投一件事 因为你投票本来就是yes or no 对不对 然后它是规定你只能讲一件事 不能同时提两件事 甚至你说我要说这件事 这件事做好之后 能够对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现在它都说我们不能讲 那是超越法律的范围 是他们自己的公投审议 现在是中选会吧 中选会 中选会有个审议小组在审议 是中选会的问题 中选会 不是公投法里头规定的 公投法没有规定 对 没有规定说你不能做描述 对 所以我们现在碰到这个 我们要开听证会 下个礼拜 加油 非常谢谢林敏教授 也谢谢各位陪着我们 到最后很多同学先走了 来不及谢谢他们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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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